日文議員 李宗盛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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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關於肌肉肌腱筋膜疼 其實還不只這些 包括韌帶 什麼滑囊一大堆 我們總括來給他講就是叫做軟組子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骨科医生 骨科医生好像只看骨头 硬的 但是事实上不是 因为很多骨头外面就包了很多的这些软组织 所以我们其实是骨骼肌肉关节系统都包我在内 那大部分我们在门诊看的病人 就是这些所谓的Soft tissue rheumatic syndrome 我们叫大家软组织风湿症候群 听到风湿大家可能就开始很兴奋 今天天气这么冷又下雨应该就会风湿很痛 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所有的这些软组织的症状问题 都是用痛来表示 那痛,痛是什么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不会一整张一起出来 我们如果说去查一查那个字典 他会说痛,痛是一种主观不愉快的感觉跟经验 常常代表他是有一些问题 组织的一些伤害或者是潜在的组织伤害 那大家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痛过 还要你解释痛吗 那痛是什么 事实上痛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生理层面来讲 痛表示一个保护的基转 它是一个生命的迹象 常常有人会说 我在门诊常常病人会讲说 痛死了 我就说死了就不会痛 因为痛表示你还活着 所以痛是一个生命的迹象 那大家不晓得听不听得懂台语 台语的痛跟爱是同一个字 比如说我们说耶稣爱你 这是华语 但是台语叫做亚苏听你 那难道痛是一个上帝爱的表示吗 那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段字 他说能够感觉到痛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是你可以认知到有伤害 而且能够逃过伤害的一个必要的能力 所以有一种病叫做 continental pain insensitivity 就是先天这样的人生下来 他就对痛觉没有感觉 那这样好不好 这样一辈子都不会痛好像很好 但是事实上是不好的 因为这样的小孩子 他对痛没有痛绝 所以他就不知道有伤害 他就不会逃避伤害 就end up这样的人 他就会一直伤害 一直受到很多的伤害 所以他的甚至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死掉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痛原来不是太不好的东西 大家今天大概就可以先松了一口气 原来痛不是太不好的东西 那刚刚郑医师也讲到说痛有很多不一样的痛 大家会说痛还有不一样吗 不是就是痛吗 但是我们可以在医学上我们给他分类成一些的疼痛 第一个叫做nose septic pain 就是有伤害性的疼痛 一般来讲你会感觉到一个痛 一定是有一个东西伤害啊 比如说他是被刀子割了啦 或者他在发炎啦 或者是他受到被打击啦 所以这个痛有一个receptor 有一个感受器 然后这个感受神经的感受就传到脊髓 脊髓再往上传到大脑 所以大脑的感觉皮质受到了刺激 他知道说哦有痛了 那这样的一个疼痛还包括说你是在脏气的疼痛 比如说你是胃痛啊肚子痛啊 或者是你是一个所谓的体表的疼痛 就是somatic pain 那另外有一些痛他不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 比如说singral 大家都知道singral 就是那个生皮爪 那个herpes zoster 那这个这个是一个神经根的细胞的一个感染 那这个神经本身受到伤害 所以这样的痛我们叫做neuropathic pain 就是他是一个神经来源的痛 那有一些痛是比如说有一些cancer patient 他平常就是处在一个mild痛的程度 那在一段时间里面他会突然感觉到一个很剧烈很剧烈的疼痛 没有办法形容的一个疼痛 那个我们叫做break through pain 那几个小时以后这个又消失无形 那这个原因到现在还没有很清楚 另外有一些疼痛呢 像有一些病人他来的时候就说他很痛 那我要帮他做检查 我手还没有靠过去 他就一手就把我剥开 痛痛痛不要摸不要摸 那个疼痛跟他的reaction 好像那个程度是差别很大的 那这个疼痛是这样的一个疼痛 是因为他psychologically他的精神层面常他因为怕或者是因为一些不好的experience 所以他感受到的那个疼痛的程度远远超过他真正疼痛的程度 那这样子我们把这样的一个discrepancy叫做psychogenic pain 他是精神层面常的疼痛 所以你知道说疼痛他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疼痛 所以当你有一天你开始疼痛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慢慢去tell the difference 好那我们讲到刚刚说最平常的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是所谓的伤害性的疼痛 那伤害性的疼痛又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脏器就是我们的内脏系统的这些疼痛 一个是所谓的体 somatic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疼痛 那最主要的差别是身体的疼痛是从感觉神经直接去传导的 所以比如说我在食指的尖端痛 那这个感觉神经定位就非常清楚的告诉我的脑子说我食指的尖端在痛 所以somatic pain它是非常的well localized 就是它的部定位是很清楚 而且它的痛是很sharp的 但是脏器系统的痛它是经过交感神经去传达 那我们的交感神经并不是每一节都有 而且交感神经它传达到的那个痛的感觉 跟着它的表皮神经进去的神经的部位是在一起的 所以那种脏器的痛它就比较poor defined 就是它觉得它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我们肠子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通常感觉是在肚脊眼这个地方痛 我们常说心脚痛 我们说心脏在脚痛那应该是心脏痛 但是心脚痛它会痛到好像脖子或者是上臂的这个内侧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原来脏器痛跟所谓的体表痛是不一样的 另外的体表痛又分成superficial跟deep somatic pain 那在我们的像今天要讲的主题 肌肉肌肩筋膜都是比较所谓的深部的疼痛 那我们的体表就是我们皮肤上面的疼痛 它是定位非常清楚 比如说你的食指被咬了一口 你不会认为它是种子被咬一口 因为它就是很清楚 可是我们的肌肉它通常是一大块 所以你痛起来 比如说你在骨盆的地方痛 你痛起来是一个部位痛 而部位是一点痛 所以我常常问病人就是说 你的痛是一点 你可以很清楚地指出来在哪里痛 或者是你的痛是 很多病人就跟我说这里啦这里整片整片都痛 那所谓的deep somatic pain 它通常会有一大块的地方痛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 你如果仔细去压它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trigger point 有一个点是特别痛的 那其他的地方 它会感觉到一个referred pain 所以有很多人 甚至有一些医学界的人 他会跟我说我做骨神经痛 我说做骨神经痛 为什么会做骨神经痛 那你有痛到脚下吗 他说没有 那有痛到膝盖以下吗 没有 我说那就不是做骨神经痛 因为做骨神经它是有管驱的 它的痛 做骨神经的痛是 从上面一直痛会痛到脚底下的 但是有一些人只是屁股后面或者骨盆附近痛 他就通通归类做骨神经痛 所以知道说deep somatic pain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些主题的痛 它都会有一点点referred pain 就是有一点好像转移到某个地方去 所以会有时候会misleading 会让你感觉到不太清楚 还有就是说疼痛它事实上受到很多的因素的影响 我们常常说小孩子在痛的时候 我们说痛不要不痛不痛呼呼呼 呼呼呼好像小孩子就比较不痛了 那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状况 比如说在战场上 那个士兵已经被砍杀的很 全部都伤口应该很痛 可是他还是勇敢杀敌 一点都不怕痛 这些是为什么会有这些 所谓的外在环境或者是心理因素 会影响你疼痛的感觉 那这个最有名的一个theory 就是这个所谓的关卡理论 就是gate theory 那这个关卡理论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 发表出来的 它最主要的一个concept就是说 我们的疼痛信息会在脊髓的地方 受到一些过滤或者是broke 比如说我不晓得大家看这个slide能不能看得很清楚 在这里 我们神经感觉神经进来的时候 有所谓的粗的fiber有所谓的细的fiber 所以有一些像我们的温觉 或者我们的这种light touch 这种感觉是粗的fiber过去的 那我们的痛结是细的fiber过去的 那如果都没有信息过去 它就不会感觉痛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好 这个粗的fiber过去的时候 就是你温觉痛结 或者是这种温觉 或者是这种touch的感觉 过来的时候 它同时会去 有一个信息过去 我们叫做一个inhibitory的一个neuron那里 传递一个信息叫它把痛结broke住了 也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好 你现在同时痛结过来 同时这个被抚摸的这种light touch的感觉 过来的时候 这个light touch的感觉 就会告诉这个抑制的这个细胞说 你叫那个痛结的信息 不要被传递过来 所以当你被抚摸的时候 虽然你这里割了一刀在痛 可是这个信息强过于这个信息 所以它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疼痛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抚摸的讯息拿掉的时候 这个痛结的感觉就直接过来 这个叫做get open 就是这个门就被开了 所以这个痛结就直接传上去 你就感觉到很痛 所以这个可以解释 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状况 有人在关心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么不痛 有很多人跟我说 为什么那个痛都是那个晚上三更半夜 夜深人静的时候 然后旁边那个人睡得酷酷叫 然后你就在那边痛到 恨不得把那个人捏死 掐死 为什么会这样子 当你在白天的时候 有很多讯息过来的时候 你那种被抚慰的感觉 就觉得有人在关心 旁边的人就哎呀 好啦那这样子我给你热敷一下 我帮我帮你按按摩 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痛 可是当那个讯息都没有的时候 你只感觉到痛绝的时候 那晚上夜深人静就特别的痛 那大脑在某个程度 他也会传递讯息去压抑那个疼痛的感觉 这就是解释说那个战场上的士兵 他为什么就是全身都受伤 可是他还是可以英勇杀敌 等到战争结束了以后 他躺在病床上才一直哀哀叫 那个时候的刚刚受伤的时候的疼痛 一定远超过他在病床上的疼痛 但是因为在那个情况下 他的大脑皮子给他一个讯息 告诉他说没有那么痛 所以他就没有那么痛 这里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碳 过于你们所能承受的 所以每次病人跟我讲说痛死了 我就说神是信实的 不会叫你们真的痛死 很痛但是不会死 所以不会叫你们痛到 你们所能够承担的 我记得差不多十几年前 我那时候开心脏 我的心脏有好几个半膜坏掉 我开心手术 那开心手术是从胸骨 这正中间是聚开来 然后要把整个胸阔打开 然后因为我有好几个半膜 同时要开 所以那个手术的视野要比较大 所以撑开的时候 我背后的肋骨大概断了三四根 那开完道以后你要做呼吸治疗 因为没有呼吸治疗 你那个痰如果激在胸口 你大概就会败血症就会死掉 所以那时候又不停地 还要吹气球这样子呼吸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痛就是 前面的胸骨已经全部聚开的痛 后面的肋骨又断了四五根在痛 所以那个痛是我觉得我应该会痛死 可是NAP是经过这样的治疗以后 真的是神的神是信实 没有痛死 而且现在还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演讲 但是Gate Theory 就是这个关卡控制理论 虽然在当时曾经红过一时 可是因为他的信息 事实上是比较太simplified 太过于简单 那现在对于这个疼痛的控制 疼痛的这个讯息 他认为一个疼痛的processing 应该有三个层面 那这个层面 我们现在用所谓的functional MR 就是功能性的磁震噪影 可以看到 其实上在大脑很多不同的部位 去管理这个疼痛的控制 所以疼痛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process 那这个三个层面 第一个就包括就是你 sensory discrimination 当你有一个痛的信息进来的时候 你的脑子的感觉 知道有痛进来了 有痛你知道他的强度有多痛 他的位置在哪里 他痛多久这样子 然后这个痛的感觉进来以后 我们的脑子的processing里面 会把这个痛的讯息 你的感情层面会有一个 或者是你的motivation的层面 你会有一个对这个痛的一个judgment 比如说这个痛会让你很不舒服 所以你想要逃掉 你不想要再继续这样痛 比如说你的太太刚好 很讨厌这个先生的时候 给他捏了一把 很痛嘛 很痛你当然就想要逃掉 赶快把他的手拨开 这个是在affective的层面 然后到了最高的层面 我们会有一个认知的层面 cognitive或invaluation的层面 就是说我们会来评估这个痛 我如果做这样的反应 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比如说一对男女朋友 晚上去Central Park散步 那就被那个不良少年给 给要什么克恋爱税 所以那个男生就跟这个不良少年打架 打到后来又被打了一拳 那个牙齿通通掉了 整个嘴巴都是血 这时候这个男生感觉到的是 很痛嘛 对不对 他的感觉层面觉得很痛 那他的认知层面就觉得说 牙齿都掉了 整个都是血 好想哭哦 很想要逃掉 可是在女朋友的面前 所以要表现英勇的气概 所以他的cognitive 他的认知层面就是说 男子汉打碎牙或血吞 所以我很勇敢 所以你可以信赖我 所以这个就是 对一个一样疼痛的感觉 你的不同的反应 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些人 他一直哀哀叫一直哀叫很痛 可是有些人 你明明看到他的状况 应该很痛 可是他笑嘻嘻 那我们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到底什么叫做痛 所以这给我们一些 等一下大家可以回家 可以去思考 痛到底对你来讲 有没有其他的psychological的意义 有没有其他的 你的人际关系的意义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痛我们如何去测量 如何去度量 痛不像花骚一样 比如说张医师现在37度 我现在39度 所以我比他花骚多2度 我比他骚 这样子就好像是很definite的 可是你现在也在关节痛 我现在也在关节痛 你已经痛得一百一百 但是我好像还可以见步如飞 那你的痛到底有没有比我痛 这就很难去度量了 痛它有跟很多的对痛的感受 还有外在的因素去影响 所以我们常常很难去比较痛 所以对痛而言 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 我们只有跟自己比较 所以我们一般在医疗上 我们把痛分成一个自我评估的一个量表 你把痛到不痛到你痛死 分成十级 那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现在的痛大概是比如说 我们叫pain scale是3 或者是pain scale是6 那你如果说你来看医生以前 你治疗还没治疗以前 你的痛是scale是7 那你来做了附件以后 你觉得比较舒服 你自己评估起来 痛scale变成3 那你就从7进步到3 那就是进步 所以痛只能够自己去评估 对一个人你也可以经过一些的training 或经过一些的认知以后 你可以对痛的感觉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女子虽弱为母乃强 很多女生当小姐的时候 哎呀这个也不能碰 那个也不能碰 稍微一搁一个小洞 就哭得死去活来 因为痛死了 可是当了妈妈以后呢 就锅子烧饭烧得很热 你也用手可以抓 我们家的小孩常常说 我有铁砂掌 就是好像锅子热的 用手一抓就抓走了 然后那个东西在不小心掉到热水里 用手一抓就抓出来了 那这个是我对Pen perception的 threshold变高 也是对Pen tolerance的 threshold就变很高 所以一样这个痛的感觉 你是可以经由一些外在的因素 一些训练或一些认知的不同 让痛的感觉变得没有那么厉害 好那我们就言归到主题 讲到我们常见的肌肉肌腱筋 筋膜疼痛的这些问题 那今天我会概括前面七样 第一个是所谓的筋膜疼痛症候群 第二个我会讲到肩膀常见的问题 包括五十肩灵动肩跟所谓的旋转肌症候群 在脚关节附近的网球肘 高尔夫球肘 在手部的这个所谓的扳肌脂跟Decrepan syndrome 然后在骨盆附近跟膝盖附近的一些 软组织的疼痛 还有包括脚的这个所谓的 鼠底筋膜炎症候群 还有一些长期使用电脑以后的computer syndrome 所以今天好像内容很多 我在这里做一下survey 大家有没有这样腰痠背痛 或者是肌腱发炎 或者是什么五十肩这样的症状 有一种的人棘手 很多 两种的棘手 有三种的棘手 好 你曾经在同一个部位一次这样的疼痛的棘手 只有一次的 有两次的 在同一个部位 比如说你有五十肩 那你换一次或两次 有三次的棘手 好 所以几乎有没有人没有棘手的 哇好幸福的 James 总有一天等到你 好 所以我们就刚刚 从刚刚的survey我们知道说 soft tissue rheumatic syndrome 就是这些软组织的问题 第一个是他的盛行率非常高 尤其是随着你的年纪越增加 你的盛行率就越高 所以几乎到五六十岁以上 几乎没有一次换过一次 这些所谓软组织疼痛的症候群的人 几乎很少看到 很稀有动物 然后从刚刚的survey我们也看出来 他有很高的recurrent rate 也就是你痛一痛好像好了 然后过不久以后 他怎么又痛起来了 所以常常他是以一个慢性的情况 来存在 好像他高兴的时候就痛一下 他有时候高兴又走了 然后不然又给你再痛一下 但是很幸运的是 他不是life threatening 他不会影响你的生命 我说从来没有一个人 因为这些软组织疼痛的问题而致命的 他不是life threatening 可是很恼人 刚刚孙牧师也讲 很恼人 因为他会造成 比如说你痛的时候 你就不方便 你五十肩手举不起来 你又梳个头都不方便 所以他functionally 他是annoying 他会造成一些不变 那有些人因为这样的疼痛 他甚至在psychologically 会有一些disturbance 因为痛到晚上失眠 因为晚上失眠 所以白天也工作没劲 然后晚上就更失眠 然后工作又更没劲 然后就产生一大堆 所谓精神沉闷的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就讲到第一个 所谓的myofascia pain syndrome 为什么叫肌膜 因为myo是肌肉 fascia是筋膜 那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筋膜疼痛症候群 那筋膜疼痛症候群 它既然叫做症候群 它其实就没有一个definite的diagnosis 它就是一群问题集合在一起 那它通常是一个慢性的肌肉的疼痛 那因为这个肌肉一旦在疼痛以后 它就会痙攣 那痙攣的时候你就会摸起来 好像摸到一个硬块一样 比如说有些人 常常就是tension很大 很紧张 所以他的肩膀这个地方 就一大块硬邦邦的 然后呢 它就常常这里痛 那这个肌肉长期在一个tension的状况下 它变成一个很tight的band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去帮病人做检查 就说哪里比较痛 我压哪里 如果比较痛 你就说是 这里比较痛 那所以他就会找到一个trigger point 这个trigger point 我在台大老师说 那个叫做阿四穴 为什么叫阿四穴 你就是说你在压压 他就阿不是阿不是 然后等到压到那个很痛的时候 他就阿四 所以叫做阿四穴 那就是typical的trigger point 所以如果你自己常常有这样的 肌肉疼痛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自己先压压看 免得被别人压的时候 真的要叫那个阿四 叫很大声 因为那个很痛 那个trigger point很痛 那 因为这个肌肉痙攣了以后 所以他在关节活动度 他也会受到某个程度的限制 那对这个所谓的 my facet pain syndrome 有时候病人会问 就是有些病人比较追根究底的问说 阿医生啊到底我是哪里有问题 那有些 有些医生就跟他讲筋啊 有些就讲肌腱啊 有些就讲韌带啊 有些就讲肌肉啊 有些就讲筋膜啊 那病人就会很confuse 我常常就会被病人问说 那到底是哪一个啦 那他的正确的问题应该是myofasia pain 就是肌肉跟肌肉上面的那一层筋膜 好 那他的症状通常都是一个蛮深度的 他不是一个很sharp的痛 他是一个eckin pain 就是闷闷的痛痛在里面 那因为那个肌肉痛了以后他痉软 所以你可以常常可以摸到一块硬块 比如说你可以摸其他的肌肉比较软 为什么那个肩胛骨痛的时候 那个那一块肉特别的硬 那关节活动会受限 比如说肩胛骨这里紧的时候 你有时候发现说你头要弯过来 好像就变得很tight这样子 然后会有一个trigger point 那有些病人因为这样的疼痛 那晚上睡眠会不好 常见的部位其实包括全身的肌肉都可以啦 那最常见的大概后脑勺 在肩胛骨这个部分 我们叫做斜方肌的地方 还有在骨盆的附近 比如说在我们的屁股上面 这个叫做gluteus medius 或者是periformis这些肌肉 都是比较常见的 mylofasia pain的地方 那原因通常是不是很清楚 有两个学说 一个就是说可能是某个程度的受伤 比如说你在某个程度 你去overuse它很多 比如说你刚好家里在改建 所以你要一直去搬某个东西 或者一直做某个动作 所以那个肌肉repeat一直受到的overuse 所以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疼痛的症状 那什么样的人比较会 那比如说你是一个repeated stress的人 他是会 他反反复复受到这样的刺激 那有一些人就会跟你说 那我从来都没有动 我每天都坐在家里 我in activity 就是我每天就坐在家里 它也会痛 事实上你想 你一直坐在一个位置上 你的肌肉有没有在用力 有啦 没有用力你就全部都垮了 你就是一直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某一群肌肉一直在用力 某一些动作都没有在用力 所以那一群一直在用力的肌肉 它就会产生 所谓的mylofasia pain 当你有anxiety 你的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可能会不由自主的 在某一群肌肉上特别的用力 像我们很紧张的时候 我们大概不由自主的 肩膀就会弓起来 那后来就会 在肩膀这里就会很痛 不好的位置 还有跟年龄有关系 年龄越大它越容易产生 然后一些女性 比较容易mylofasia pain 所以当我们诊断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syndrome 所以我们有这些criteria 我们就可以诊断它是mylofasia pain 包括你是一个慢性的肌肉疼痛 你可以摸到一个比较硬的muscle band 你可以压到阿四穴 然后它的关节活动度有一点受险 那我们就可以诊断是mylofasia pain 那对于mylofasia pain 它的治疗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non-operative 就是保守治疗 所以你大概会让病人去做一些physiotherapy 包括伸展 有一些 比如说去做一些按摩 也可以让这个 这个stretch的这个 这个tightening的这个 精卵的肌肉可以让它放松 然后把risk factor给它除掉 那医生常常会去找一个阿四穴 是因为在这个最痛的这一点 这个trigger point 去做local injection 你去就打一些止痛药跟一些类固醇的话 对这个治疗是比较dramatic的 是比较是常常如果你打到对的地方的话 那个效果算是蛮好的 那也可以try一些药物的治疗 包括用所谓的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就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包括我们现在在over the counter 就可以买得到这个Adbio 这些药就可以 那有一些人如果已经严重到 影响到他的精神层面的话 有些时候医生甚至会给到 这个抗优异的药 好那怎么样避免 这个毛发射片再recurrent 怎么样去预防 第一个大概就是你的lifestyle 跟你的家境的这个环境 要有一些改变 比如说你常常就是压力很大 很紧张的 那你可能要试着去调试 让你的这个压力不要变那么大 那你要做一常常没有问题的时候 也做一些所谓的stretching exercise 或者是让自己relax的方法 那家人不要因为说 这个你也没怎么样 看起来也没怎么样 就一天大晚上哀哀叫 然后就觉得说 你就是女人嘛 比较烦 比较爱抱怨 家人的support跟coping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常常知道 当你有一个爱心去抚慰他的时候 他其实感觉到没有那么痛 所以家里的coping跟support很重要 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病叫做fibromyalgia 那这个的症状要跟 这个mylphasia pain稍微做一下健肥诊断 因为这个疾病通常它是一个脑子里面的 对于这个痛觉的这种processing 有过度的解读 过度的反应 所以它的问题是出在这个脑子的问题 但是它表现的症状跟mylphasia pain是非常的相像的 但是它通常是一个慢性对称性的肌肉的疼痛 它有很多很多的肌肉疼痛 而且它的一次的症状都很长 可能超过三个月 但是它不管血液检查或者影像检查都正常 而且你没有发现到它有那个很紧的那个band 也没有办法找到那个trigger point 那这样的人你就要小心 就是说如果这个mylphasia pain syndrome 它一直persist很长的时间 而且involved的部位很多很多的时候 可能要考虑是这个诊断 然后再来我们就进到这个肩膀 肩膀比较常见的疾病 有所谓的五十肩跟所谓的旋转肌症候群 那五十肩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病 我们又叫它做粘粘性的包膜炎 adhesive capsulitis 它是在这个我们肩膀的这个关节的包膜上面 它因为发炎以后使得这个发炎 让它这个包膜变紧 因为包膜变紧 它就把关节整个活动就受限了 它的incidence很高 一般3%到5的人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大概这里就应该有三个五个 曾经有这样的问题 他发的年龄在40到60岁 有一个病人60岁了 然后来看了 我跟他讲说 这个病就叫五十肩 他就跟我说 我六十岁才得到五十肩 他60岁了不能叫五十肩 我就说那你要感谢神 因为你六十岁才得到五十肩 意思就是说 他是在这一段年龄比较浩发的问题 那因为四十到六十就叫五十好了 所以叫五十肩 也叫做零动肩 大部分的病人比较多是女性 然后有10%他会两边都同时滑作 那会产生五十肩 其实为什么你会产生 为什么我不会产生 这个其实是很难讲的 但是有一些疾病 让这些五十肩容易滑作 像糖尿病的病人 糖尿病的病人比一般的人 大概多四到六倍的机会会产生五十肩 而且糖尿病病人的五十肩 通常就四十几就产生 所以他会比较早发作 而且发作的比例比较高 那有一些厚蒙的问题 像hypercyluridin 甲状腺功能抗净 Parkinsonism或 heart disease 这些都会让五十肩比较容易耗花 那有一个比较可以预防的 就是说比如说有 你有一些受伤 比如说有去撞伤 或者是肩膀脱臼 脱臼以后就固定 那固定以后就变成五十肩 因为你固定久了没有运动 他就伸不起来了 或者是surgery 比如说以前开乳房手术 都开很大 乳房手术完了以后 等这个伤口愈合的时候 你就不敢动 因为动你就会痛 不敢动动 等到伤口好了 结果我发现肩膀不会动 我记得我妈妈 差不多五十岁左右 因为他肺脏发现有一个问题 所以就开胸手术 那时候还没有scope surgery 所以就从胸部就开了一个很大的手术 开完以后就一直在等这个伤口护原 也一直在做呼吸治疗 结果半年以后发现他手抬不起来 就没有注意到有这个 因为手术而让你不敢动 不敢动以后你就真的会不会动 所以这个就是要先预防 那五十间他的 natural history 就是说一个病 他的病程是这样子 他先会有所谓的freezing stage 就是开始要凝动了 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关节活动度 怎么越来越小 而且你每次在活动的时候都会痛 这个叫freezing stage 时间长短不一定 有些人说是六个礼拜到九个月 这个freezing stage是这样子 然后end他会一直都开始越动越少 越动越少 然后一动就会痛 所以你就越来越不敢动 不敢动到一个程度 他就flozen flozen就是他就定在那里 在这个stage 你就关节活动度就是最少 你就不会动了 但是你慢慢的也感觉比较不会痛 好像也不错 不会动 但是至少他不会痛 这个时间大概四到六个月 然后再来他会进行到一个 所谓的sowing stage sowing stage就是你把那个 冷冻的那个冰块拿下来解冻 解冻他就越来越软 那sowing stage的意思就是说 你开始慢慢的不会动了 又开始会动了 那你开始会动了以后 他也不会痛 那这个时间可以六个月到两年 所以只要你的忍耐力够的话 大部分的病人最后会恢复到 几乎正常的lengial motion 也就是五时间里 如果让他my nature history 最短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就会走完这个history 他就本来痛 一动就会痛 然后都不动 然后不动后来又开始动 最短的时间 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最长可能可以三年四年 你就从动就会痛 然后慢慢的不会动 然后到后来就又开始可以动 所以你只要有足够的忍耐度 还有时间有够很多 你就可以等他 就不用看医生 但是通常病人在freezing stage 的一段时间 大概就忍不住了 因为越来越不能动 然后也不能够摸到头发 也不能够梳头 也不能够self hygiene 因为要擦屁股也很困难 所以大概在这个时候都会来看病 你很难跟病人讲说 买买买买的 他就也好 那怎么样去诊断 诊断大概这个病人 如果像这个样子 这个老先生 右手抬得很高 左手这样 你就知道 左手就抬不起来 你看他好像肩膀有点往上动 那个是scapular的运动 根本他的关节动不了 那一看就知道 刚开始的时候 他动得还不错的时候 开始要freezing的时候 当然他会痛 可能你就需要做一些健肥诊断 X-ray MRI跟atrasound 大概都是为了要exclude 掉其他的问题 那这个本身诊断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治疗呢 刚刚已经讲过 他是self limited financial cost 他大概慢慢慢慢自己会好起来 所以其实是可以等的 但是通常在这个时间 等的时间太长了 一年甚至到两三年三四年 所以我们在这个治疗 一个是可以自己好的病 我们的goal treatment 就是让病人不要太痛 然后让他可以 慢慢的靠一些附健的运动 去restore一个range of motion 那也不要因为都不动了以后 这个肌肉萎缩掉了以后 他就没力 所以包括物理治疗 给他药物 局部的注射加上manipulation 这个是一个比较 local injection加manipulation 是一个比较aggressive的方法 就是你让他局部 因为注射止痛药跟消炎药以后 你去强力的在麻醉情况下 去让他关节活动度变大 有些时候 还有一点risk 那极少数的病人 需要用所谓的关节径手术 去把这个粘粘的这个关节 做release的动作 这里有几个比较标准的动作 大家如果有这样类似的问题 要开始的时候 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运动 第一个运动我们叫中摆运动 就是让这个手很自由的前后左右 还有所谓的pandera movement 那这个不是你自己去摇它 你是靠那个重力让它自己去活动 第一个运动是钟摆运动 第二个运动是所谓的爬墙运动 就是你的手是跟墙有固定的距离 前提是有固定的距离 然后你的手慢慢用手指头抓墙的力量 慢慢的让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变大 那第三个运动大概就是所谓的 那个拉普利的这个运动 就是你可以在家里定一个滑轮 让这个滑轮在上面 你手下面有两条线 那你用好的手拉那个不好的手 让它的关节活动度可以变大 那这个滑轮的运动可以包括 你可以往前脊 你可以往外脊 你可以做rotation internal rotation external rotation都可以 所以这几个比较标准的动作 也比较简单 其实在家里都可以做得到 不一定你一定要去找 附健科的医生去做 有时候我常常讲说 如果你可以去看附健 大概身体都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一趟附健 最起码开车半小时 在那边弄个二三十分钟 再开车半小时回来 你大概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在家里可以做的 就比较省事 那如果你有以前有 floating shoulder 它有机会会recurrent 那你要怎么样去prevention 就是尽量让你的 shoulder 能够fully motion 平常没事没痛的时候 早上起来 你也可以去做一下 这个肩膀的运动 让你的肩膀可以有 足够大的 这个 range of motion 好 再来进到肩部旋转 肩部的第二个问题 是所谓的rotator calf disorder 这个是第二常见的骨壳疾病 第一常见的是膝盖 我们在讲退化性关节炎的时候 有讲过 那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的data 18万个million 就是1800万的美国人 有所谓的肩部旋转机的问题 那这里面的比例 有5到40%是 整个肩部旋转机是 我们叫做full sickness的tail 就是它已经整个都断掉了 那这个 为什么有5到40% 就是跟年龄有关系 年龄越大的话 因为磨损的关系 这个旋转机断裂的机会是更大 有一个研究很有名 就是对于60岁以上死亡的病人 这个去做解剖 结果发现有39%的这些被解剖的 这些已经死去的人 发现有39% 他有整个full sickness的rotated cocktail 但是这些人都没有 不是因为这个疾病 或者是有这个疾病的问题 所以你就知道说正常的人 如果你在60岁以上 40%左右的病人 你没有这个肩部的问题 但是你去做检查 发现这个有40%的机会 你的旋转机是整个断裂的 有更高的比例是partial tail 但是这些人都没有症状 所以如果你刚好不小心 不晓得为什么肩膀去做了MRI 那MRI给你一个report 或者说你的旋转机断裂 也不要太panic 因为你只是十个里面的四个而已 什么叫做rotator cuff 肩膀的旋转机 肩膀旋转机包括四条肌肉 在前面这里有所谓的subscapuralis 这个肌肉名字你们都不用记 在背后有supraspinatus infraspinatus跟terus minor 有四条肌肉 这四条肌肉控制我们这个肩胛骨 跟我们的这个公骨的这个关节 能够在一起 而且让它能够在各个方向的运动 能够都不会跑掉 能够控制得很好 那让你的旋转肌肉 不管要外抬要往上举 让你的旋转能够很smooth 这四条肌肉一起来function 那只要这四条肌肉 我们的所谓的旋转机的问题 事实上是包括在一连串的病 你可以是因为受伤 比如说王健明 这个棒球投手 pitcher最容易旋转机出问题 因为它的动作的关系 刚好让这个 我们的旋转机 尤其是那一条 supraspinatus muscle 刚好跟我们的肩胛骨 外面这里有一个叫做阴图 你在这里都可以摸得到 最突出来的那块骨头叫阴图 叫acromine的地方 跟我们的肩胛骨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space 这个肌腱刚好从这个space穿过去 所以当你手举起来 往外转的时候 这个space是最小的 也就是这个肌腱刚好夹在上下两个骨头中间 所以有些时候你在用力的投球 尤其是什么外卡身卡球的时候 那刚好就会把那个impig弄断 这个是因为外伤而引起的 那大部分的人不是因为这样子而引起 大部分的人是一个 先开始当你这两块骨头 中间的这个缝 因为你年纪越大 你可能会长一些增生的骨头 我们以前叫做骨刺 增生的骨头出来 所以使得这个距离就变小 所以你每次在那个地方一直磨来磨去磨来磨去 你的肌腱就开始会有所谓的肌腱发炎 先impinge 先去压到它 然后再来肌腱发炎 然后划久了以后呢 它就partial tail 然后最后磨到后来就 full sickness的tail 所以它就 它是一个sequence的病 所以你的symptom呢 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一下子traumatic的 那当然它就当时就一定很痛 肿然后手在某个方向它会有所谓的weakness 那如果它是chronic的话 它是因为慢慢慢慢产生的 它的症状也是用痛来表示 关节活动度可能某一个程度会变得比较小 但是它还是可以full range of motion 可是它在某一个角度的时候 它因为那个肌肉没有办法hold住了 因为它已经断掉了 所以它会突然好像掉下来一样 我们叫drop arm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检查的时候有包括我们做physical examination 前面两个Neill跟Hawkins 看看它有没有impingement 那drop arm test就是说 因为这一条supraspinatus 这个是刚好在我们的手外展120度到90度 这个地方是在你的肌肉在控制的 那你如果这个肌肉断掉 你从上面可以举摇 你慢慢慢慢往下走 走到120度的时候 好像突然不劲烂 你听得懂不劲烂吗 就是好像死不上力 就突然往下掉 这个叫drop arm test 那我们通常defin的诊断 会做astrogram或者mri 那治疗也是一样很多 conservative physical therapy 大家会想说肌腱断掉了 那是不是一定要开刀把它缝起来 surgery is apart 但是不是全部 我们在下面会讲 这个因为是也是骨科最常见的一个疾病 那对于这种很常见的疾病有很多治疗的 美国的骨科医学会AAOS 它都会有一个概念 怎么样的病人要怎么样治疗 有一定的概念 因为累积到足够的证据 就会有一个概念出来 那这个就是跟你讲说 如果这个rotator calf tear 不是到full sickness 不是到整个整个整条都断掉的时候呢 虽然它有症状 但是呢我们是先尝试non-operative treatment 这个是moderated recommendation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有症状 但是不是full sickness 先保守治疗 那如果说 这个病人已经整个都断掉了 full sickness 但是病人没有症状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不小心 你已经60岁了 然后你不小心 不小心为了什么原因 去做了一个mri 告诉你说 你的rotator calf full sickness断掉 但是你从来都没有痛过 没有不方便过 那你就是不要surgary surgary not be performed for asymptomatic full sickness tear 那如果说 你是一个full sickness tear 但是呢 你又有 同时有一个chronic的symptom 那可能开刀是一个option 但是呢 如果不开刀 那就麻烦了 因为不开刀 就有很多方法 就是开始 你可以去吃消炎止痛药啦 你可以去做 所谓的activity activity的modification 你可以热乎 冷乎 massage 什么pulse 到底哪一个会好 或什么都没有足够的证据 所以可能要 个人要找个人的方法 好 那rotator calf 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管现在是只有impingement 或partial tear 那我们怎么保养 让它不要再继续恶化 或者是不要再坏掉 第一个我们要就是要daily exercise 每天都要做运动 其实如果你们常常听医疗讲座 不管在防癌 或者是心脏血管疾病 或者是骨科的疾病 都跟你讲说你每天要运动 一个礼拜最起码要运动150分钟 而且是平均分摊 如果你能运动到300分钟 那是最好的 所以daily exercise maintain你的关节的强度 跟关节的活动度 这很重要 那保持自己好的姿势 有些时候年纪越老了 就开始一直越来越孤 越来越孤 然后姿势就很不好 那pool posture 其实是产生很多 转组织问题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个就是说 你不要去搬太重的东西 尤其搬太重的东西 要overhead的时候 这个最不好 然后不要去拿太 就是有个东西要掉下来 你不要去接 那最好避免一些所谓 overhead的exercise overhead的exercise 很多这个rotator cuff disorder 都是那个过年的时候大扫除 我不晓得我们在美国 是不是大家会过年时候大扫除 在台湾很多人都是 一年都不打扫的样子 然后过年的时候就大扫除 那个抽油烟机上面通通都是油烟 就一直洗一直洗洗完了肩膀就飞了 因为他overhead exercise太多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人 自己太active 所以家里要粉刷 那很刷很多地方都是overhead oversealing 这些东西 常常常都是引起rotator cuff 因为你的手抬起来的时候 中间这个距离会变小 尤其是你一直在动的时候 你的肌腱一直在滑 那肌腱最容易受伤 好 这个是避免的方法 我不晓得大家需不需要休息一下 再来的都比较简单 要吗 有人说要有人说不要 再来的都很简单 我想再来的都没有刚刚那么复杂 那么多学历的问题 我想我们一口气把它讲完好了 好 再来我们会讲到在手肘附近的问题 elbow tendonitis 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网球肘跟高尔夫球肘 那最多的高尔夫球肘大概讲的是内侧的这个tendon 内侧的肌肉附着在这个内滑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网球肘就是在外滑的地方 那这个是不同肌肉肌腱去附着在骨头的地方的这个肌腱炎 那最常去产生所谓的tennis elbow 网球肘 那当然知道网球肘一定是打网球的人 用所谓的lacket exercise的人 这种人比较容易得到一个网球肘 那家庭主妇很常得到网球肘 家庭主妇为什么得到网球肘 比如说你推的那个 或者是你拿那个单饼锅 那个锅子 其实你都让你这个 这个muscle用到很大很大的力量 常常用computer的人 cooker butcher 或者是carpenter primer 这些都比较容易得到 所谓的网球肘 所谓的网球肘 为什么会有网球肘 大概都是跟overuse有关系 你工作的关系或者你为了去运动的关系 那你repeated use 或者是你很大力的去use 你的 forearm muscle 我记得我自己得到网球肘的一个经验 那时候还蛮年轻的 去在台湾上班嘛 所以你只能礼拜天去买菜 去超市买菜买了 已经超过那个 超过你的那个 能够提的那个量 那在台湾那个超市都没有 门口都没有那个停车位 所以你必须停到 你必须到马路上 然后去叫计程车 或者是找先生来开车来接你 那刚好看到那个沙拉油在打折 一瓶十斤的沙拉油打折 不晓得多少钱 那因为也需要沙拉油 所以就想咬着牙再买一罐沙拉油 那时候把菜提起来 跟把沙拉油一起提起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惨了 我肌肉拉伤了 那个拉伤大概 让我大概suffer了将近至少半年以上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我不能够 我不能够因为手拉伤我就不上班 那我要开刀 那你知道骨科开刀 那个狼头供腿都要一直敲 那所以从来没有办法休息 你好不容易不开刀 礼拜六礼拜天比较好一点点 礼拜二 礼拜一开刀开一开 那天晚上又痛到 所以就是一次的vigorous use 也会让你这样的疼痛 那怎么样去 他是不是已经比较没电了 那因为它是一个肌腱的发炎 那肌腱发炎它的healing通常是很慢的 有人常常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骨科的问题 骨科医生都比较讨厌 都是一次都要跟你讲 你这个要好几个月 然后你常常要来看病 好像骨科医生比较都不一次把病人治好 要让他搞很久 那其实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 伤筋动骨一百天 其实是因为这个骨骼关节肌腱带 这些系统的恢复是非常的慢 而且它的恢复其实是 它不是healing 它不是用正常的组织去修复 它是healing by scar 所以因为这样子它恢复的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疤痕组织 所以它更容易在受伤 那我们知道Tendinitis 它是一个不同程度的室内伤 像我上次这样一拉 那不同程度的室内伤 那肌腱的复原 它是中间它不会变成在一条肌腱 它断掉了以后它就用scar来healing 所以那里就会有所谓的angiofibroblastic degeneration 就会有某个程度的退化 那以后你的活动就会被compromise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你尽量不要有很多的旧伤 你很多旧伤以后 就那个很容易在同一个部位又再换起来 好 那你怎么样去治疗这个手部的这些Tendinitis 如果是一个急性的受伤 像我刚刚那样子 那我们当然知道急性受伤 price或者是所谓的rice或ice 这个原则是一定的 也就是说你要pressure 你要rest 你要用ice compression elevation 大家就知道嘛 要冰敷 然后要压迫 然后最好让肢体能够休息 然后肢体能够抬高 这个是基本对于一个急性受伤的一个原则 然后你可以吃一些消炎脂痛药 像这个指的这个 这个brice我自己本身觉得还蛮有效的 它是一个cuff 一个像一个气垫一样 然后刚好是 刚好是压在你这个肌腱附着在骨头的前端 那使得你的肌肉的运动 不会直接拉到你受伤的部位 而是在这个压迫的前面就停止 那我在开刀的时候用这个东西 大概可以hold的让我的那个疼痛不至于持续 大概我自己person 我就觉得还蛮有效的 那你可以做一些物理治疗 可以用shockwave来治疗 那只有很少数的病人 因为这个地方产生一些小骨头的碎片 需要做手术治疗 那等到你的疼痛消失了以后 你可能要做一些某个程度的exercise 让他这个肌肉能够再恢复他的强度 那包括举一些重物 然后让他开始去运动 这个是在你已经不疼痛的时候 再开始用渐进式的方法去做 好 手肘讲完了再讲到手部 那手部最常见的就是一个 所谓的tenosinomitis 就是肌腱跟滑膜的发炎 那包括在这个母子的这个肌部这里 我们叫decreven syndrome 或者是在十个指头都有可能 trigger finger 斑肌子 那这是一个所谓stenosin tendinitis 就是一个压迫性的一个肌腱圆 那因为我们的手活动度很大 那比如说我们的肌腱如果是这样子 如果没有一个地方把它固定在我们的骨头上面 我们手弯起来的时候肌腱不是变成这样子吗 这个假装是肌腱它如果伸直的是这样 当你弯起来它不是变成会突出来吗 那我们为了要避免肌腱能会跑动它的位置 我们身体有很多的poly system 就是滑车系统会把这些肌腱固定在某些部位 那当这个肌腱被固定的部位 如果这个肌腱发炎肿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个滑车系统里面活动 就会受到限制所以叫做stenosin 那decreven syndrome就是我们在所谓的 大拇指的伸肌腱的这个部位 这里有一个滑车系统 当你常常常常常去使用这个大拇指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手指头的这个肌部的地方 会疼痛 那你如果说你把这个拇指弯起来 然后你手往下压 这个时候我们叫finkle test 如果这个更痛的时候 表示这个肌腱就正在发炎 这个叫decreven syndrome 那扳肌子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 扳肌子是我们的趋肌腱 我们这个手是弯曲的这个肌腱 在我们的手指头上面有很多滑车系统 有所谓的A1,A2,A3,A4,A5 这个滑车系统把这个肌腱固定在这个 这个手的骨头上面 那当这个肌腱发炎肿起来的时候 这是一个滑车系统就像一个隧道一样 你这个肌腱在这个隧道里面 它肿起来它是不是就会比较不顺会痛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 我这个关节动得不太好 那我就压它这里说 你这里痛不痛 我这里这里动得不太好 你怎么压这里 我说因为是这里在痛 它的A1铺力的地方是最常产生问题的地方 那当它那个肌腱肿起来的时候 这个隧道就过不去 所以当你勉强被弄过去的时候 它就卡住了 就伸不止 那伸不止所以就叫搬肌子 它会有 然后你在这里地方压就会痛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搬肌子 那搬肌子大概都是因为overuse的关系 你repeated use 比如说 我们住在福利盟这里 比较多很多树木 所以你就去捡 像现在春天 你就捡很多枝叶 捡一捡捡一捡 晚上起来又早上手就伸不直 就是很典型的搬肌子 事实上我现在这里好像还有一点点 那搬肌子的治疗 因为你知道它是因为repeated use 所以你休息它过一阵子 大概自己就会好 所以你可以用热敷 你可以吃消炎止痛药 你也可以sprinting 比较快速有效的方法 大概是打针 在局部local injection用steroid 如果你常常造成很大的困扰 常常都在做在这个trigger的状况下 而且你这里可以摸到一个很大的node 就是那个肌腱大已经肿得很大 然后它已经好像消不下去了 那你可以surgery 把那个A1 pulley release掉 就是把那个滑车 那个隧道 如果你的车子变很大 你过不去 那隧道就把隧道上面打通 它就可以过得去 那也可以surgery来治疗 好 那就讲到骨盆 骨盆最大的问题 大概都是我们刚刚讲的my fascia pain 包括这里有很多的一些肌肉 然后 痢状肌 还有我们的中臀肌 这些肌肉 会产生my fascia pain 那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那个滑囊发炎产生的 比如说很多人 尤其是现在大家比较年纪大了 activity变小 就常常坐着 那坐的椅子如果说不是像这样有cushing的椅子 你只是坐硬板凳 坐到后来怎么屁股痛 屁股痛 而且你在坐骨的下面你一压就是很痛 那就是ischeme ischeme bursitis 那个滑囊 因为你一直坐得很硬的东西 然后他一直压破 那滑囊就发炎了 还有人在这个大腿的外面 在大腿的外面这里有一个great trochenta 大转子 大转子上面有一条很大的韧带 有些时候你一直 反复的跑步或反复走路走很多的时候 这个trochenta的这个bursa就发炎 那在腿上有一些人问我说 你怎么知道那是关节炎 还是那是肌腱炎 因为关节炎跟肌腱炎痛的位置不太一样 在pess anselinus 就是内侧肌肉附着在骨头的地方会疼痛 关节炎的疼痛是在关节线上 那肌肉疼痛是在肌肉附着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痛 你能够自己先搞清楚你是痛在哪里 其实对医生是一个很大的帮忙 常常病人来就跟你比一个很大的位置 我就是这里通通痛 那你就要一直压压压很久 那就讲到脚底了 脚底的我们的痛大概有两种 一种是在脚跟痛 一种是在脚的所谓阿基里事件的旁边痛 那一个是脚跟痛 一个是脚跟的后面痛 那脚底的疼痛最常见的是 plantar fasciitis 我们叫做足底筋膜炎 或者是painful heel pain syndrome 那如果有些说疼痛也是可以因为石头引起来的 在台湾有那个健康步道 很多健康步道上面就有很多石头 然后凹凹凸凹 很多人觉得说走那个会健康 那走完就会stone bruise 因为那个很硬 而且它是用那个oncrete就固定在那里 那个石头不会跑动 所以你下去有些师还是 越痛越有效 走一走就stone bruise 因为你的脚底就受伤了 那plantar fasciitis 是个比较常见的疾病 足底筋膜炎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heal有spur 我们有些时候 不小心去照一个X光 就发现你的脚跟的地方 长了一个骨刺 像这个一样 我们看到那个尖尖的东西 就觉得那个很刺 很刺就会痛 因为刺痛刺痛 所以你就觉得说 那个spur好像刺得你自己很不舒服 会开刀给它拿掉不可 我说开刀以后会更痛 所以我就常常跟病人讲 开完会更痛 所以你要现在的痛 还是要以后的痛 那heal spur通常不会有症状 等一下我会讲 plantar fasciitis 通常是跟你的后面的脚筋 cuff muscle很tight有关系 有些时候你体重过重 或者是你的脚 我们脚有一个足弓 就是说 arch 比较高的人 他比较容易plantar fasciitis 那 足弓比较小的人就扁平足 比较高 或太高或太少都不好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常常去运动的人 比如说你慢跑 那你的慢跑 又是跑那种水泥地 或者是跑那个柏油路 那你一个repeated high impact activity 也会让你的足底筋膜炎会变得比较明显 或者是会产生 那通常足底筋膜炎的疼痛是很typical的 他是在脚跟的地方痛 然后呢 有些时候病人会说 我早上起来 下床的第一步 的前几步很痛 下床要走就 疼得不疼 走得还好 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好像就又不痛了 但是又不能走太多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很典型的一个 一个plantar fasciitis疼痛 那通常治疗也都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因为你只有前几步很痛 所以你就前几步就不要走 他怎么不走 在床上先动一动 就不要用走的 那在这里我们发现 有plantar fasciitis 的病人 去照X光 有10%的人 他同时可以发现他脚跟的地方 有一个hearsper hearsper 就是你有一个脚底有那个骨刺 但是你去发现就是说 你照脚底有骨刺的这样的病人 20个里面只有一个他会痛 所以表示说 这个骨刺其实是不会痛的 大部分的人他是不会痛的 所以不要因为他脚底有一根骨刺 你就一直想一直想 越想就越痛 越想就越痛 然后你就非要怎么样处理不可 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不去开刀的原因是 第一个当然是他没有意义 他不是问题的来源 第二个是你在脚底要去开一个刀 因为脚底有很厚的那个 我们的脚有一个很厚的hearpet 有一个很厚的软组织在上面 你要开刀 你不能够在脚底任何一个地方开下去 因为那个疤痕以后你踩下去你就痛死了 你在脚底的任何一个旁边 都很难approach到那个地方 所以开完会更痛 所以这是我下病人的方法 但事实上是没有意义去治疗他 那在如果是你的疼痛不是在脚底 而是在脚的后面的话 那通常是跟这个阿基里事件有关系 那他的疼痛有两种 一种是在隐着型 就是阿基里事件附着在骨盒的地方痛 那一个是在上面的肌腱的部位发炎 那这个疼痛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阿基里事件的疼痛 那通常跟你突然做运动有关系 尤其是你突然大量的或者是intensity 或者是量很大的 那跟那个tight的calf muscle也有关系 那怎么样去治疗 我刚刚就讲说通常是起床的前几步比较痛 或者是前五分钟比较痛 所以呢这个跟你睡觉的时候一直在休息 所以你脚部的血液循环比较不活络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症状的有plantar fasciitis 的病人 你在起床的时候你就不要一下子就下床 你起床的时候你先在床上把脚活动活动 让他整个血液循环都比较好一点以后 你再下床走走看会比较不痛 那通常你也不要一次走太久 那除了这个rest或者是你自己去做一些physical therapy以外 脚可以泡泡热水吃一些药也可以去做一些物理治疗 那做物理治疗大部分是有几个目的 增加你的活动度和flexibility 也就是做伸展运动 然后增加一些做stressening的exercise 这个图很小 这里有几个 我们大概很少去做这样的脚步的运动 我们从来都不会出去 我们在运动都是运动大肌肉 我们很少去做这个小肌肉 比如说站在这个楼梯的边缘 把你的cum muscle 让它能够stretching 或者是你用你的脚趾头去做一些function 这对我们脚底的一些肌肉是很有关系的 那这个可以try去做做看 用脚趾头拧人家 那避免就是说你要做一些运动的时候 你都要做一些warm up 不要一下子突然大量的运动 尤其是不要一下子去做一些大量的跑步 在硬的这个地板上做一些跑步的运动 那你要有好的鞋子 我们年长的比较台湾的人都比较节省 就觉得说鞋子反正都一样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很多厂牌的鞋子 那个鞋子一双好几百块 我们就是反正布鞋就是布鞋 一双布鞋 那事实上其实鞋子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现在有很多什么跑步鞋登山鞋 各式各样不同的鞋子 其实有它特别的意义 如果你的脚很好 它从来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打扰你 那你就随便穿一双鞋 如果你的脚常常有问题的话 那你可能慎选一双好的鞋子是非常的重要的 还有就是你如果活动度要增加的话 你要渐进式的增加 那要开始之前先warm up 然后你休息了以后不做了以后 你可能要做一些酷当的一些运动 好最后讲到这个computer syndrome 现在大家都是低头组 大家都是没事电脑 或者是那个iPad还好 iPad至少比较大 现在那个电话那么小大家也是一直配 那回家吃饭的时候 先生太太孩子各配各的 那其实长期的使用这个电脑 或者是电器用品 会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你一直坐在一个地方 然后你可能用力用到一个程度 你可能专心专心到一个程度 你发现你的整个知识都变掉了 你本来好诊以下 知识摆得很对在用 用到后来发现你怎么是这样在用 知识都变了 你有一个walk forward posture 然后你一直反复反复的用 尤其是你在打电动 一直想要把对方打死 那个手一直不停的用力 那overuse injury是非常常见的 尤其是我们在矽谷这里 弯曲人其实computer syndrome的病人 还不在少数 那他的症状可以从头痛开始 可以头痛可以 你眼睛因为过度的使用以后 你 eye strain 然后你脖子很痠痛 你腰痛 你 shoulder 痛 你 elbow 痛 你全身都痛 那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软体设计师 软体工程师 他一专心工作的时候 他八个小时不上厕所 结果他不只是全身这样的痛 他还尿道炎 因为他都没有去上厕所 所以后来小便一直憋着 背到后来尿道炎 那他就跟我说怎么治疗 我就说买一个时钟吧 买一个时钟set在那里 上课一个小时也要休息十分钟啊 所以你就一定的时间里面 你就要起来做做其他的活动 让你这个一直continuous 一直focus的一个动作 要给他停止 那要避免computer syndrome 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姿势用电脑 所以你要有一个neutral relaxed position 你的耳朵跟你的肩膀跟你的hip 要成一条线 你的肩膀手要很放松的90度 然后你要有一个很好的arm rest 你使用键盘要怎么样 然后偶尔要复原 不要一直看电脑 看看远方 看看那边有没有小姐 然后要定时的休息 但是真正在使用电脑的人 真的会去注意这么多吗 恐怕你本来 我好整以下做好了 我今天要听施医师讲 我今天知识要很好 不久不久以后 你就全部都忘光光了 所以最好就是给一个闹钟 如果你是常常不由自主在电脑前面 要做很久的人 set一个闹钟 那个闹钟最好一次能够叫十分钟以上 然后他就 你就五十分钟就让他叫一下 他一直叫叫叫而且要离你很远 你至少要起来去把他按锡 那你就 你至少就在起来的时候 活动活动筋骨放松一下 那其他的问题就都不会产生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是 我们刚刚从头到尾讲的 不管是筋膜疼痛症候群 不管是五十肩 不管这些基建炎 共同的原因都是因为反复过度的使用 反复过度的使用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知道说 节制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说圣灵所节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耐此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节制是我们 一个圣灵节的果子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part 彼得厚书也这样讲 你们要分外殷勤又要加上节制 节制其实是在我们避免这些 软组织疼痛症候群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part 那你如果说 可是我的工作是油漆工人 我非得这样一直油漆一直油漆不行 我不能节制 我节制我就没钱赚 不能生活 如果你今天是为五斗米折腰 那你真的是不能节制 那你就要提高你的体能状态 就我们叫stressening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体能在这里 你的日常需求是在这里 那你的体能不能适应你的日常需求 它就会有很多症状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五斗米 你不得不做的时候 你就提高你的体能状态 那你的体能状态 能够cover你的日常生活需要 你就不至于有很多的症状 那这个要提高体能状态 不是说今天施医师讲了 明天我回去运动一下 后天我就变得很有力 不会这样子 提高体能状态是非常非常的缓慢的 你要很有耐心 你要firm and consistent 你要consistent 要一直持续的这样的运动 而且要steady increase 不能暴影暴死 不能一三天打鱼 两天赛亡 那这样就不会有效 尤其我们年纪 有一定年纪以后 你就会发现 你要gain那个strength 要很久的时间 可是你要loss那个strength很快 我跟方医师回台湾过年 回去陪父母亲一个月 一个月在台湾大概就是 我爸爸家我婆婆家这样子两个家 没有什么运动 回来又发现整个体能完全走样 一塌糊涂 才一个月 可是我运动了十一个月 才好不容易有比较好的体能 所以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 你如果有这样的认知 你要知道说 要让体能维持一个好的状态 事实上你要每天 互相当的时间跟相当的努力 才能够达到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我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去解释疼痛 是要我们能够了解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问题 它事实上是存在的 我们并不是要去改变那个问题 而是去适应那个问题 或者是去跟它共存 比如说两个人都是节肢的病人 一个人说神啊可不可以请你 让我的手脚恢复原状 那目前的状况是不太可能 但是另外一个就开开心心的吃饭 用它还好的还有一只左手可以 两根指头可以吃饭 他就这样吃饭 适应这个状态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格林多后书有一个章节这样写 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面 准得我过于至高 因为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事实上疼痛的问题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我们其实都恩典够用 所以看你怎么样去focus在别的比你更好的人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别忘了 最重要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零食骨枯干 那骨头都会枯干的 又不要说软组织了 软组织枯干的更快 所以有一个喜乐的心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看看我们能够年纪这么老大 就是一个恩典 我们能够有些人30岁就回天家 有些40岁回天家 能够活到五六十岁都已经很大的恩典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喜乐的心就是一个良药 你就发现自己其实是恩典满满的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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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